因為他使壞的時候我還沒看 因為我認識就是他本人跟這個 有氣到是不是 就是哇靠 真的是很 就是很多 哇原來千涵可以做到這樣子 就覺得哇很厲害 就是因為很多 不知道他有時候要道歉嘛 然後那個他要做一些反應 我就說哇 該不會其實就是這樣子吧 華千涵天道高中惡女 詮釋太好 陳千文嚇傻真的是很 三零八年檔天道演員 華千涵陳千文來啦 兩人逆領演出高中生 不但不為何 兩人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都還是校內的風雲人物呢 分享一下你們的角色 演高中生的感覺 的感覺啊 我覺得算是圓了我的心願 因為呢 其實我一出道的演戲 就是你沒有演過我 沒有演過學生的 學生就是要好像瘦一點點 所以體態上面 基本上我應該瘦了 四個的演技 因為我自己的學生時期 是沒有這種制服 對啊 嗯 是喔 聚校 你的學校 我都倒立下要翻跟動 穿這樣冷嗎 你對制服會有幻想嗎 我是說這次想要起來 這個突然不湯起來 突然 男生不叫我換小啦 對不對 我還好 我因為短裙其實就是行動很不放 你以前在學校是封印人物嗎 所以你啊 我嗎 我高中生啊 高中生 我是一個管理社聖誠者 對啊 也算是因為我們學校人真的太少了 就說到很多情書了 有說過 而且我以前真的是有旁邊的那種好閨蜜 然後她會幫我 好害羞喔 她會幫我散說 這最確實有幾個學校 真的 你真的害羞 其實你有說過情書 爆掉啊 她每天會移到這個抽屜 會掉到地上拿出來 就是因為 我覺得因為是管理社聖誠 就有很多學妹啊 都會有點 仰悟的感覺 對啊 因為我有時候會在那個 照會他們指揮 因為上台講話就會每天 會檢討啊 會講一些訊息一些的話 或什麼 就有說過情書 我就讓你醫療的日子 每天都是下雨天 兩人認識將近十年 華千涵首度出演 反派角色廖萌姿 有時候讓合作搭檔 陳千文難以出戲 陳千文還在劇中 展現好身材 那你們這次在合作 對彼此之間 就是有沒有看到他 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這次比較特別是 以往已經在其中的戲 都是我在討好他 我在追求他 我在希望他得到 我得到他的愛 對 然後這次反過來 那你們有什麼就是 印象深刻的一場戲 他們在旁邊講一個 什麼什麼東西 什麼一部戲裡面 然後誰誰誰在死掉 然後我就說 蛤 他真的死掉嗎 他說對啊他真的死掉 然後我就犯了那一關 他說不是你現在 是廖萌姿在演 還是你 對 就他就誤會 因為像他本人是好人了 但現在已經摸不到 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 本人也是這麼廖萌姿 還是 他說什麼什麼 忘記了哪裡呢 要穿泳褲下水 你對你的體態會 前一天會緊張嗎 是有去曬身體嗎 然後一直在健身 前一天才知道 哦 明天要拍泳池 然後我就跟著說 什麼 泳池系 我還來不及 我最近才開始要 減少濕淀粉 然後就要堅持 但我一直都要運動 天道劇情 跌宕起伏十分精彩 兩人還小小劇透 五年後的他們 你們現在可以分享 五年後有什麼 有什麼可以遇到什麼 五年後我們就結婚 然後生小孩 過得快樂的生活 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這麼簡單 這就不是發電大了 對啊 一定會有很多波折或什麼 包括我覺得性格會一定的大變 就是五年後 可能會遇到很多世界 會導致可能我 或是萌姿她的角色的心態 對於每個人態度不一樣 那我以後變成成年人 我已經更成熟了 我的思想都已經更進階的時候 我的壞是更經過生死守慾之後的壞 可能更智慧的 更有心支撐 更深的壞 我就真的會變成壞無果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舞蹈 謝謝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是號角翔琦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裡要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哇 好快噢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 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